自制充电器貌似炸弹 天才高中生迥遭停学 一名高中生带着这个自制的装置到了学校 竟然遭到停学处分 就读奥勒冈州桑迪高中的Levy Frank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可以算是天才 15岁的他会自己制作各种电子装置 他甚至做出了自己的手机充电器 Frank对作品非常自豪 便把装置带到学校给几位朋友看 包括一名橄榄球队的队友 他把装置留在更衣室替手机充电 但是教练看到时 误以为那是炸弹 并紧急疏散失声 Frank出面成心 表示那个装置只是手机充电器 但还是遭到停学 看来他无法参加校友日的比赛了